大家好,这次游戏废人 昨天异域战季更新了新角色 同时也加开了泳装的活动 所以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这次的更新内容 首先我们从比较简单的泳装部分开始讲起 这次新增了六件泳装 其中一个是阿尔法 阿尔法泳装是任务可以取得 泳装活动总共有三个章节 那目前我们只能够打第一章节而已 所以可能要等后面章节全部打完才有办法取得 那这个就不急,反正迟早一定可以拿到 剩下的五个全部都是在礼包 一个礼包790 其实算有一点贵 这次的造型可以直接从活动关卡看到 所以就不用担心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当然并没有改变特效 就只有造型改变而已 要不要买真的就看个人 除了服装以外他还有一千赚再加上五张票券 算是比上一个礼包还要好一点 因为上一个黑色司令礼包 钻石我记得只有300还是500赚而已 算比较少一点 这次泳装如果我个人选的话 当然拉普拉斯的绝对是首选 那维罗妮卡的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所以这两个我有可能考虑 那剩下的三只因为我都没有 伊丽莎我要是抽到 其实会蛮想要把他换泳装 因为他原来衣服有点太笨重了一点 接着就来介绍这次的新角色 这次竞争的角色是艾耶尔 直接自带泳装 艾耶尔他虽然又是火属性 但是他是近期比较少见的纯打手 而且是单体纯打手 目前我们攻略最强力的纯打手是诺亚 那其实艾耶尔跟诺亚比 并不会到特别弱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艾耶尔的技能 艾耶尔的三招都是单体攻击 普攻我自己有测试过 他的伤害倍率跟诺亚是相同的 那我们拿这次另外一支UP的 伊丽莎来比 伊丽莎的普攻有80%几率附加出血 但伤害其实只有艾耶尔的三分之二而已 艾耶尔作为一个单体打手来说 基本倍率算是还不错 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他剩下两招了 接着是他的二技 一样是打单体 并且可以解除敌方的强化状态 但直接攻击的时候 他的伤害并没有比普攻高很多 普攻打不利属性大概1000 那我们用二技打 只有1200 他的二技伤害其实是比普攻高20%而已 虽然是提升幅度非常低 但因为可以解除敌人强化状态 所以并不是一个没有用的招式 可是作为伤害招 似乎好像有点弱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来看他的强化 我们直接看强化2 强化2的伤害 其实也没有很高 这个是有暴击 我再放一次 1400而已 也就是我们用强化2 结果二技伤害才多了200 更别说你用强化1 那个伤害真的只多一咪咪而已 这样子这个强化好像很饥饿 可是我们就要直接来看到强化3了 强化2跟强化3 其实只多了40的AP消耗而已 那强化3会打多少 这个是没有暴击的伤害 直接是原来的两倍 所以阿热要抢AP 要直接放在强化3用 你在强化1跟强化2用都非常的浪费 强化3多花了40的AP 直接伤害一口气翻倍 大招的话因为这里的测试 没办法测到强化状态的敌人 所以我们没办法知道他的增伤提升多少 而且我们也没办法知道对大地属性的敌人 造成伤害也增加多少 但如果单纯放的话 大招的伤害大概是普攻的 1.6倍 就增加60%左右 所以他的大招要强 可能还是要建立在敌人有强化 以及属性对应上 因为这个是测试模式 所以打出来伤害不会特别高 我用其他角色去做测试 例如说像是诺亚好了 诺亚我们都知道他很强 但诺亚的追加攻击 其实跟普攻伤害是相同的 所以诺亚如果在打单支的时候 普攻再加上追加伤害 打出来的总伤害 其实也就是普攻的两倍而已 再加上他的AP 并没办法有额外增伤效果 所以最高上限 就是打出两次的普攻暴击伤害 再加上上次的更新 把诺亚最佳攻击 可以额外触发回CP效果给砍掉了 所以诺亚的最佳攻击 就现在来看 就是一个 打普攻200%的伤害 但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以他的二技来说 如果你AP够的话 他打出来的伤害 其实是将近普攻的三倍 再加上他二技开了以后 大招的冷却会直接恢复 而刚刚大招 我们在没有任何加成的情况下 是1.6倍 加上了强化加成 以及属性加成 我自己预估应该是可以计算为两倍 所以如果要作为一个 针对大地属性攻击用的打手 爱伊尔倍率其实是可以的 当然缺点就是他并没有任何的敌方简易状态 但没有敌方简易状态在现阶段 不一定会是缺点 因为我在上部影片里面有讲到 魔王斯戴拉不适合PVP 但后来我发现错了 金魔王斯戴拉很适合PVP 只是要看队伍 如果敌人是打异常状态 斯戴拉靠着反击就可以轻松砍弹敌人 但是爱伊尔没有任何的异常状态 所以在PVP的时候 他可以作为魔王斯戴拉的对应角色 不用担心会受到他的反击 那当然如果要作为PVE的打手 以目前火属性来说 他应该也是火力数一数而强的 而且他也不是限定角 所以大家慢慢存也可以换得到 就算现在没有换出来之后 迟早也会歪得到 算是一只还值得入手的角色 至于另外一只UP的常驻角色伊丽莎 如果你要玩初血PVP的话 伊丽莎就一定要有 直接开场就像随机一个敌人身上拥有初血 再靠着弗洛西斯卡的大招 对初血敌人有额外加成的强力单体攻击 直接把一个角色先秒掉 这个玩法算是一个蛮针对PVP的玩法 虽然说并不泛用 但如果想要在PVP玩初血流 伊丽莎就是一个必要入血的角色 但毕竟他是一个常驻角色 而且这个玩法比较针对特定场合 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么急着要的话 伊丽莎我还是会建议就等 之后歪道再用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